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后 我们不胜事态了 看看吧 为了生这个三胎家里像什么样子 乱照照的 这是我老婆 你能介绍一下1997年出生的 我比她大7岁 我今年32 她今年25 给我生了三个小孩 第一个 在她18岁的时候生的 第二个 在她20 二岁生的 第三个 我这一个是今年生的 在她25岁生的 听我老婆的口气 我说把这些衣服 这些小孩的 如果用不上的 就丢掉 刚刚我老婆说还要生第四胎 为了这些事情 生不成第四胎的事情 我跟我老婆可以说分分这个制度什么分级很大啊 对不对 分级很大啊 分级很大 她是想再生一个儿子 我觉得吧 我有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已经足够了 但是她觉得需要好事成双 那么就是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凭我们的家庭条件 说实在的 这四个 我们是真的负担不起啊 你看 为了生三个 我这里的头发都白了 你看到没 晚上睡不好 白天又忙不完的休闲 然后 天还真不到 每天开支非常大 大家可能不相信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月的开支 你们就知道有多多么的开支大了 很多人还不相信 我一年给也花掉二三十万 你们看一下就懂了 这是我的微信 我打开看一下 我们的基本开支都是从我微信里出去的 那这是我的钱包 你看一下 看点 说错了 我们看一下账单啊 我们看一下账单啊 在账单啊 在账单哪里去啊 哎老坝 你是不是用我钱啊 我钱转主了 还 不能 防止 啊 ここ这里账单在这里啊 你看看 我开一夜 颁了 stain 看我开一夜 看到了 也不开自己 也不开呢 看了没有 2022年2月支出7167,816 我们还有一笔输入没支出 那么就三块钱三千块钱支出 没支出 一过月开支7,8 你看上个月的开支更大 你看我们再看一下2月份 我们查一下日期 1月份支出18657块7 大不大 我们再来查三个月的吧 给你们听一下我老婆的真实想法 你为什么还想生私菜 你还请三个儿子忙不完吗 为什么还生私菜 你明知道我们家的条件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你还要生私菜 是吧 不是说生的越多就越好 只要有三个我觉得可以了 然后我们精心的把它抚养好 培养好一点就行了 生那么多不行的 对吧 所以说你要改变一下你的想法 知道吧 不改 很为难呀 回到生 不生素菜跟老婆已经 落了点小矛盾了 很多玩意说 我不生 他也没办法生 但是听他的意思 我不跟他生 他也跟人家生呀 你说这谁说得了对不对 我现在最大的事情 每天就是坐在床上发呆啊 就不知道干什么 然后的话 你说没事情可做吗 很多事情做不完的事情 你说每天做了很多事情吗 可以没看到自己做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啊 没有这个经济情停下的话 不要生啊 还生不在事态这个关系 怎么说呢 我就是搞不明白 有三个了 我觉得已经够了 为什么还要生素菜呢 遇到一个这么不懂事的活力了 说实在眼神的很 用句话怎么说呀 不知道奇理的重要性啊 那么大家觉得我到底还 是听我的还是听谁的呢 你们说 如果生三菜就算了呢 还是继续再生呢